各位听众朋友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水虎传》 现在由萧亮用粤语来演述 第一回《九文龙》 现在开始了 这说北宋末年 东京城里面有个破绿户子弟 东京城即是后来的开封市 这个破绿户子弟姓高 排行第二 从小就不无正业 只好刺枪龙鹏 踢球还耍 不过他 他踢球的技术 就非常非常之厉害 没有人会踢得比他更加好的 他伸手灵活 非常之度假 东京城里面的人口信 就叫他做高球 没有人会叫他做高义 叫他做高球 大家都似乎不记得 这个称号 日雨就 高波高波 球就是波 不过当时宋朝 就称为球 因此高球高球 就一直这样 叫下去 后来发生了大 生活好点 都要改变好点的名字 于是就把毛字旁的球 就改为立人旁的球 名叫高球 你但有 还懂得吹弹歌舞 还懂得吹弹歌舞 书交角力等等 而且好东西 还懂得多些诗词歌父 如果问到他 什么叫做仁义礼咨信 高球 你一月就耍手兼顶头 理解你都傻 他什么好事都不做 只是在东京城里面 做傍优 由于当时就帮到一个 杨元外一个 有钱佬 人家的儿子 帮他去花钱 教他周围去拼钱 天天天三雅两舍 风化雪月 食情场所 无有不去 就被他父亲 杨元外 走去开封府那树 告他一子文藏 那 虎允大人 把高球 拉上公厅 打他二十大板 打他二十大板 乒乒乓乒乓乓 吟得你叫乒乒乓 非打不可 打到他皮开肉贱 断背冲军 而且官府还禁止东京城里面的人帮忙他 不准他们帮他 完全不准任何人留他做家中食宿 高球没办法 自好来到淮州 来到淮西临淮州那时候 投奔一个开赌方的贤汉柳大郎 这个柳大郎他真正的名字叫做柳西权 你但有本身也是贤汉一名 开赌方发达 就专门接制一些由四方而来的地猫烂仔 和不法之徒作为自己事业的屏障 因此高球这一类的人也得以受柳大郎的接制关照 当时高球就在柳大郎的家里一住就住了三年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 后来当时的接宗天子 出游觉得民间似乎万物失修 风不调与不信 不如我开坛拜神 身为天子都要保护万民 由于拜了南郊 拜过之后感觉到真的是风调与顺 万物也丰收起来 于是就感谢上仓 欢恩大赦天下 做些好事也可以 于是高球当时在临淮州 他的罪责也得以赦眠 打算要离开柳西泉 返回东京城 刚刚这个柳大郎就和东京城里面 金梁桥下开生育店的董将士 大家是亲戚来 大家是亲戚来 写了封信 和他搞好一些人事和盆川 好了 高球 嗯 你回去东京城里面 找这个董某人关照一下你 你就在肉店里面过活了 知道吗 嗯 当时高球背上包裹 辞别了柳大郎 离开临淮州 以丽回东京 一直找到金梁桥下董家生药店 拿出封信 董将士一见高球 又看了柳大郎的书信 嗯 你这个高球 我们家怎么可以收容他呀 啊 如果是自诚老实的都可以 也都可以教下我的小孩 学下乖呀 不过是一个帮行冷做之人 又没有信实的 而一早就配过罪 啊 哎呀 冲过军的人 怎么会改过前辉呢 如果我 啊 啊 留他在家里 一定会教坏我的小孩呀 不过啊 不过 如果我不收留他 留大郎的面子呀 我又怎么可以不给他呀 哎呀 这边食宿安歇 每天都好酒好肉 是款待高球 过了十几日 哎呀 这位董某人呢 哎呀 哎呀 就订出了一条街仔 买了一套新的衣服 写了封信 啊 高球啊 小人家里 只不过是營火之光来而已 照人不亮呀 恐怕日后 会误了足下的前程呀 啊 我现在不如转 战理去 小数学士那时候 日后也有机会出身啦 不知足下怎么想呢 啊 是咯 嗯 那高球啊 听到非常非常高兴 双手向前一拱 哎呀 多谢了 多谢了 这个药材谱的老板 跟着就 找人 带高球 去小数学士府那时候 原来这个小数学士 并非别人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苏东波 苏东波 看了来信 知道高球此人 本来就是个浮浪之人 想想一下 嗯 我这书怎么可以容纳他呀 不如这样呢 我做个人情 介绍他去 傅马爷 王俊卿那时候 做个亲吹 傅马爷 最喜欢用这艇人的了 好 一如这样说 那当时就写了封信 写个信差 带高球 来到傅马府 各位听众朋友 我如果不说 可能大家都不会知道 这位小黄都太位 这位傅马爷 那是捷宗皇帝的妹夫 哦 嘿嘿 神宗天子的傅马 咦 他最喜欢这些浮浪风流人物的了 嗯 不如 当时啊 苏东波 的来信 来到之后 傅马爷 看啊 非常之高兴啊 随即回信 说自己留下高球 在我自己的府中做过亲吹 哦 那么爽口 当然 这种浮浪的人物 傅马爷 最喜欢用的 从此之后 高球就开始走云了 他就在傅马府中 吹吹吹吹吹吹吹 好像傅马的亲人一样 那就有一天 当日就是傅马的 生神 大排生日走 专请 扣子的端王 来饮饮食食 哦 哦 端王爷是谁啊 说出来你就知道他很厉害 他乃是已故神宗皇帝的第十一个儿子 排号九王爷的 又是当今天子一节中皇帝的御帝 哦 这么厉害 啊 他是个聪明进跳的人物 当然 时下的浮浪子弟门风帮行的流行还与 真是无有不通 无有不晓 亦无有不爱 至于踢球打弹 品诗跳足 吹弹歌舞 就不用说了 为什么呢 于是 啊 这个 王爷 那些厉害的法 哼 大家 现在听到 一点 至于琴棋书画 就更加精彩了 啊 更加精 更加厉害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什么呢 就是这位端王 还是一个热门的皇位继承人啊 啊 好 因为 现在 在位的天子之中 正在被危啊 哦 那我就明白了 哈 各位想知道故事如何发展下去 各位留意收听 第二回呢 这位